大家好,我們繼續有問必答的環節 家庭觀眾可以打電話來問股票問題 電話熱線是204-6566 或者可以給電郵我們 電郵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我身邊的嘉賓是研究部的經理席耀輝先生 Stanley,早安 你好 那我先聽一下電話 好 我們第一位家庭觀眾在電話旁邊就是旁先生 旁先生你好 你好 早安 我想問3332 是,新股 是 你想認不認購嗎? IPO是マーケン認購 明白 但我想問回家庭觀眾 你本身對這間公司真的熟不熟悉嗎? 有沒有看過他的資料 不是很熟悉 明白 我是看過有些大照 是 是 是Michael 我明白 我簡單說公司的業務 其實你可以說公司本身是做一些保健的產品 但這間公司和傳統上很多保健公司的不同之處 就是公司自己在各地區 我記得上海那邊 它是開了一些店舖 即是自營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說它的產品 基本上 就是在自己的店舖上賣貨 所以也可以解釋得回 它的毛利率方面其實是比較高的 即是你看到它的藥 如果那些是食品 它的保健產品 其實那個毛利率方面 是有八成、九成的 所以變相之下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還有你說如果 以公司本身的概念來說 我覺得現在這個潮流蠻食證 因為市場上現在這一刻 似乎對一些特別的主題的板塊 可能對一些特別個別的公司 如果業務上有獨特的話 都可能會有一些 在上市的初步的時間 都不排除可能有些多些炒作的空間 所以你說營購這隻的股份 其實我個人覺得 你可以考慮 但是是否用到孖展形式去抽呢 嚴格上 公司本身 剛才說過 你說它的業務上是比較獨特 按你來說 如果你是小柱去營購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但問題是說 其實公司 因為其實你看看公司本身 它一向的做法就是 它不是很靠宣傳 即是從事而可能靠口碑 但問題是 如果你做這些保健產品的話 其實你是靠口碑 不夠宣傳 效果行不行呢 我不敢說不行 但問題是 你不做這件事的話 你要做大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變相之下 如果想買賣資認購 我反而會建議一來一來的 兩個部署 第一就是說 你可以先看市場的反應 如果認購的金買是很多的 你可能用賣資認購 我又不會太過反對你 但你說如果現在這一刻 市場可能是波動性比較大 還有我自己覺得 你說這個是概念 雖然很好炒 但如果以現時方來講 始終都比較多 叫我變數存在著 所以我反而會建議 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話 用現金認購可能會比較好 但你說用賣資認購的話 都自己伺服那個人的風險 這個是我的終局 好 3332補充一下 招股價方面是1.5至2元 每首的股數是2000股 入場費4400元 招股日期是1月8日 上市日期1月15日 還有其他東西想問 是的 我有另外一支IPO 1247米格 我就是孖展營購了 不知現在有多少倍度 1247 我現在回答你不到 因為我手上沒有這些資料 但你可以說 如果以一個兒童用品 這個市場來說 那也有些叫炒在衝景 我都希望 家庭屋仲 如果你真的抽了貨 我都希望你可以贏多些錢 好 看有少少資料 經濟通方面 1247這個新股 翌日的招股已經錄得 11.6億這個孖展營購額 公開發售的部分 超購如30倍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補充 沒有什麼危險性 其實說真的 坦白說 新股你抽 是不是必贏呢 我不敢回答你是必贏 但問題是 你可以說 假設市場是很暢旺的 還有新股可能有自己賣點的話 你說可能重處速擊去抽 我又不是太過反對 但因為事況 你都見得到 A股也好 公股也好 都真的比較反復 所以變相之 我覺得這個 是一個風險 當然你說如果 隔壁股份是可以的 你說如果 剛剛建議 你用現金去營購 假設它的股價 真的很幸運 可能跌穿了超股價 至少都要有一手 還有如果一間股份是好的話 假如時日 表面一定是會好 但有孖展的話 始終是有個風險 這個是要 家庭館長 你自己是要衡量 OK 這支1247來講 朝過日期至1月7號 也是15號就會上市 都可以留意 謝謝家庭觀眾 龐先生你的電話 我們聽聽下位家庭觀眾 是黃小姐 黃小姐你好 早晨 兩位 你好 我想問兩隻股份 是 一隻就是493 493 我們1.356 入了 另外一隻就是3818 我們1.28 入了 我想問這兩隻 應該現在是要 走了去 還是有機會反彈一下 然後我才走 謝謝 明白 好 先看493 國美電器股價方面 今天暫時就沒有升跌 去到1.42的水平 國美方面 其實大家都說 最壞的情況 可能過了 因為大家都看好網上的銷售 其實是的 你問我的話 對於國美的前景 現在這一刻 我都改觀了 你說現在 都改觀了大半年多了 因為事實上 你在公司的業績 其實改善了 不斷地叫做好專緊 而且我認同 剛才Janette說 她的網上 其實做得好 真的做得不錯 而且現在她的網上 她所賣的東西 就不單單是做電器的 這個跟蘇寧很不同 因為蘇寧在網上買 其實蘇寧本身 都是網上的商店 但她的反應是 集中在電器為主 都是電子產品為主 但國美比較想 多元化一些 而且你會看到 在這方面的發展上面 其實做得真的不錯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 你說她的股價 或者她的業務上的發展 似乎最差的時間 都真的有機會過去了 所以你說現在這一刻 你有貨的 我都會建議你先拿著貨 這隻我真的不是很擔心 你說有沒有機會 試回之前的高位 過半這些位置 都真的不出奇 甚至乎我會樂觀一點 就是說今年 只要假設她的業績 交公務出來的話 應該要破之前的頂 甚至乎去過六 各七這些位置 都有可能 所以國美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拿著貨 這隻我不是很擔心 反而你問另一隻 那隻中國動向 這隻我反而自己有少少保留 為什麼這麼說 雖然她的股價在近期的時間 就是叫做抽了上去 但是問題是 你說有些什麼因素 導致這個板塊升上去 都是不外乎那些因素 可能大家覺得 是行業的前景 似乎開始有些比較上改善 但是只不過說真的 你說究竟體育物品股 這一回合 或者這一段的時間 究竟是否真的叫做改善 我自己在這裡真的還有保留 因為你看到一些公司 各別公司 其實你的存貨問題 都依然很嚴重 還可以處於一個 叫做重組 重整的階段 所以反而這隻來講 中國動向 我自己覺得 似乎就真的 差不多 你問我的話 如果這兩隻要選 或者是怎樣做法的話 我會建議你 可以先爭貨 反而你說如果現在這一刻 動向你有錢賺的話 不妨走貨先 就是妥協先 我覺得這樣做法會比較好 好像這個板來講 在上個兩天五 有些大行長好去 對 對 說這個股份 應該叫投資者 應該是趁低級 另外 預計到 就是說今年首兩季表現力 都會有一個高單位數字的勝負 所以就是因爲這份報告 整個板都升上升力 你可以說 他炒過叫turn around的概念 就是最喜歡炒過叫反低的概念 這個板塊是不是反低呢 這個就真的要再看一些數據 因爲坦白說 大行是否一定對 其實也未必是 你見大行 一年之前 我記得的 一年之前大家都說這個板塊差不多 出資出來的結果 又不是那麼好 所以反而你說這一段 我自己覺得這個板塊 似乎又 我自己的看法 未至於那麼樂觀 所以反而你說 如果有課 有得賺的話 我會見你私人討厭 這一個 好 現在一個四五一左右 你就走了 其實說真的 雖然現在這一刻一個四五一 當然我想問 我剛剛聽得不太清楚 黃小生你有沒有課 一個兩毛幾 一個兩毛幾 一個二毛八 一個二毛八 當然你可以說 它現在跌下來 就是今天來說 但你不要忘記 它之前的價格 由過二這個位 抽上去 抽得很急 你從這一轉計算一條數 到一個四五五的位 升到兩成 所以其實嚴格上升一 真的都不是算少 所以反而你說 現在這一刻你有課 我反而建議 就是不妨考慮一下 可能減遲了去 我想理先 如果有機會 再迫任過月到這些位置 你會買一個 是的 是的 都升了很多 升了兩成 其實是 可能先走了 是的 我會這樣建議 黃小姐你 好 好嗎 黃小姐 謝謝你 多謝你電話支持 好 我們等其他家庭中 觀眾打來之前 看看內地股市 Sandy 好 跌得很急 今天來說 繼續下跌 最新來講 上陣指數跌41點 跌幅有成2% 去到2041點 滬深300指數 下跌52點 佈2238點 深淨城指 跌超過200點 跌208點 佈7818點 三大指數 跌幅非常顯著 亦超過2% 我想大家都在怕IPO重啟方面 星期三就正式開始 有個申請 直至現在為止 有26間獲得上市的批文 之前不斷聽Sandy說 其實不需要太多擔心 都是好事 因為你始終改革 都需要這些時間 但市場上的反應 很不一致 怎樣看 暫時來說 這個跌勢會不會加劇 後市方面 有甚麼要留意 其實你可以說 當然IPO重啟 似乎市場不太認受 是一個比較負面的消息 但真的有點疑 訪問了 都怎樣說 很多事合起來 你想想 IPO重啟有個問題 是說 資金是正在抽中 但問題是 現在這一刻 內地方面又在罵前方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是加劇了 大家恐慌的因素 除了這段 IPO重啟是對市場不利之外 大家反而都會關注的是 內地方面 在之後 有很多事改革會做 其實要預計這兩年的時間 內地方面有很多的政策會改變 因為之前講到明 主要出改革 條結構這些是會做的 所以內地方面 很多的板塊也好 很多的行業也好 其實是會有些 是個別來說 會有些陣痛 就是會受累 所以視乎你看到 之前出來的一些數據 其實是轉弱了 就是內地方面 大家都會擔心 就是之後的情況 是不是真的會令到 導致到 中國經濟的增速會減慢 這個是令大家有關注的 所以你可以說現在這一刻 大家等一些 其實你說市是做得差的 但是差在哪裏 差在哪裏 差在大家是不太明確的 對於後市 對於內地的政策方面 我看法不太明確 所以你說現在這段的時間 我覺得內地A股 都似乎都 依然保持著弱勢 但連帶之下 都可以說 港股這一邊 都真的 都要當災 你看港股這一邊 這段的時間 其實都不是好的 但某程度上 都真的很受到 內地A股的影響 所以你從初步看 似乎A股也好 港股也好 都似乎 仍然都比較多的負面消息 纏繞著 所以我想短期的時間 那個形勢上 似乎都依然都比較上系 做得比較 不是那麼樂觀 但是看回內地的經濟 預測來講 都不是說太過害怕 因為都看回一些經濟 預測目標 好像GDP方面 國內生產總值 都是7.5%左右 暫時就這樣 只是預測 但身體是多少 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一刻 打到好 在等待國策的方向 好 謝謝你先看這方面的探討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11點半 繼續解答家庭觀眾的電話問題 或者E-mail方面的查詢 Sandy 我們講的股份本身有沒有拿著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休息一會 稍後再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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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